朋友们欢迎收听在接下来我们的五件新闻 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先看的是我们Houston相关的 在我们Houston的动物收容所就是Animal Shelter 现在面临的是危机 所以休斯顿的选民也决定要为BARC BARC这个机构提供大概4700万美元的债券来帮助他们 最近几个月呢在休斯顿的选民 休斯顿市和Harris County的动物收容所中 被安乐死的流浪狗和猫咪的数量有所增加 收容所现在要面临的是人员短缺 还有宠物收养率下降的这些双重问题 在休斯顿和Harris County的Animal Shelter当中呢 现在这些流浪的或者是被遗弃的猫狗数量增加 那么越来越少的动物被收养 救援人员或者是运往 就是被救援人员或者是被运往到美国国内其他地区的这个机会也降下来 总部就在我们Houston的动物福利组织就说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COVID大流行减弱的情况下都会去上班啦 所以呢在当年这个COVID的时候在家里边 哦寂寞寂寞所以养了宠物 现在一回去一开始忙就把他们给弃养了 所以现在在我们休斯顿的动物收容所 现在经费又少 然后呢动物的数量又增加 然后要收养他们的家庭又没有增加的情形下 所以面临非常大的压力 而这一次呢在休斯顿方面的话 在选民方面啊投票方面呢 就希望能够为这一些流浪动物 为这些动物收容所提供在资金上面的帮助 提供他们大概是4700万美元的债券 所以朋友们去投票的时候 请记得在这一个上面请您支持 请大家支持 好另外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就是这个日光节约时间 或者我们说的Daylight Saving 在这个礼拜天就会结束了 所以朋友们就明年就不会有了 今年结束之后明年就没有了 所以就不需要再提前一个小时 然后一个小时了 所以要可以多睡一个小时 是好消息啊 这个礼拜天别忘了把时间始终调一调 好朋友们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其他方面的新闻 先看一下美国的三大指数 在今天是开高 早盘的时候 Dow Jones大涨了350点 涨幅超过了1% 之一在Dow Jones上涨之外 S&P500也上涨 费城半导体NASDAQ通通上涨 劳工部所公布10月份的就业报告 各项数据显示 劳动市场小幅降温 非农就业人数增量缩小 工资升幅持稳 失业率上升 劳动参与率则是下降 但是由于就业基调变化变不大 而且联准会已经改变了升息的路径 预计12月 会议升息的幅度会缩小到两码的几率 现在看起来真的还颇高的 那么专家说 由于这个月 这个礼拜 FED会议已经把利率策略由追求速度 转为着重于最终的高度 因此10月份就业报告 对于货币政策的意义也有所改变了 新的决策原则 10月各项就业数据和9月变化不大 便不会改变FED减缓升息速度的政策基调 另外在选举方面 在现在知情的消息人士说 前美国总统川普身边的核心人员 正在检讨11月14号要宣布川普展开竞选活动 交诸2024年总统大学 昨天川普就在爱荷华州的群众集会上 暗示他有可能东山再起的可能性 那么集会上他就说 现在为了使我们的国家成功安全和荣耀 非常非常有可能再来一次 暗示的就是2024年 他要问鼎白宫宝座再一次出马 好 接着再看瑞士名表商劳力士 Rolux在今年已经两度的在欧洲市场 对他旗下表款涨价 来应应强势美元在内的汇率的波动 劳力士说 这个月调涨欧陆市场的产品售价 涨幅大约5% 这家公司先前已经在9月份调涨了英国市场的产品售价 而英镑会价也重变 让美国买家用美元在英国购买 热门表款是更为的划算 那么Rolux旗下的迪托纳 水轨和豪市等表款也现在是备受市场的追捧的 好 我们最后看到 就是美国国土安全部说 上个礼拜闯入了联邦众院 依照裴洛西家中并且暴力攻击 他的夫婿保罗的加拿大男子 被查出现在是非法拘留美国 可能在他服刑之后就会驱逐出境了 在现在可以看到就是美国移民届海关执法局 他向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执法机关 发出的所谓移民旅行居留通知 就是告诉他们 这个海关执法局大算收押一个人 要求在这名人事获释前通知ICE 那么现在则看到 在袭洛西夫婿的这一名男子 是加拿大公民 在现在他是以临时访客身份进入美国 那么在目前已经是滞留在美国了 所以在未来也就是说 刑满之后预料他会被美国移民局驱逐出境 好的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在今天我们的简短的五件新闻 后面见为朋友们编辑播报 谢谢您的收听 休息前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今天呢入夜以后 或者说晚一点傍晚 之后有可能会下雨 希望朋友们要多为主意 朋友们我们休息一会 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